大家好,我是郑建民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对最近灵异天象意象 以及中共濒临内报 他是以哪一种方式进行内报 我在这里想与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心得 8月20日长江第五次洪峰 实际上是8月18日开始 8月20日重庆和四川乐山 第五号洪峰处于高峰期 这个四川乐山最著名的一个景点 我相信很多国内的朋友 以及在国内有过多年生活经历的 这个华人海外华人都知道乐山大佛 这个乐山大佛 他有一个传言 就是乐山大佛 他的佛脚一旦被水淹 被洪水淹到脚步 形成一个大佛洗脚的一种奇异的一种天象 那么就预示着天下大乱 甚至改朝换代 就是大佛洗脚 就是大佛洗脚 天下乱 那么8月20日 四川乐山 第五号 长江第五号洪峰 在四川乐山 达到这个高潮 那个洪水一度淹没了 大佛的脚趾 就完全淹没了那个 双脚 大佛双脚的基座 已经淹到了脚趾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 腐牌的镜头 这个还不是很嫉妒 但反映出这个洪水非常厉害 这个洪水涨到什么程度 已经把这个 这个瓶子淹到只剩下这个肺炎了 那么这张就更加清楚 那个大佛的脚 脚步的基座 完全已经被淹没了 他那个洪水已经淹到了 部分的脚趾 完全算得上是大佛洗脚 这个大佛的全貌是这样 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巨大的工程 他整座山崖 是一个花根岩的山崖被 被雕 被雕成成一尊佛像 释迦摩尼的佛像 难度是相当大的 那一尊佛像 乐山大佛使建于唐朝 为了雕成这尊佛像 这尊巨大的佛像 这尊佛像 花费了九十年 花费了九十年的时间 三代工匠 花费了九十年的时间 那么这个 这个 乐山大佛 他的 这句 传言 最近 就临念了两次 我说的这个最近不是指 这二三十年来 而是指这个 百年来 因为他唐朝 建成了一个大佛 历经了多年 他很少 发生这个大佛洗脚的 这种天象 但是有据可查的 在近现在发生了两次 一次是民国六年 就是 1917年 1917年 洪水 造成了大佛洗脚 的景观 那结果 真的是 从1917年开始 这个中国进入了 军阀混战的高潮 先是这个北洋军阀各派 全国范围的 这个激战 全国范围的这个军阀混战 然后是 国民党在苏俄的支持下 从广东开始进行北伐 造成了第二波军阀混战的高峰 然后又是 共产党在国内的暴动 接下来是十年 接下来是十年 接下来除了军阀混战之外 还有 这个共产党 在中华民国 大陆中华民国内部的 叛乱 和屠杀 确实是 大佛洗脚天下乱 第二次是1949年7月份 1949年7月份 这个大洪水 也是淹没了这个 大佛的脚趾 结果那一年是改朝换代 中共 以武力 占领了中国 颠覆了这个 大陆中华民国 接下来是 正反 抗美援朝正反 各种政治运动 大跃进大饥荒 总之是 腥风血雨 改朝换代 腥风血雨 扼千里 二十数千万人 这个 再次应验了 那么中共 它是1949年10月份 宣布成立 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1949年 从1949年10月算起 这七十年来 七十一年来 到这个乐山大佛 就是8月20日 再次发生大佛洗脚 这种灵异景观之前 这七十年来 确实 从来没有发生过大佛洗脚 的这种现象 那么这个就 一味深长 而且具有很强烈的这种警示性 大佛洗脚 预示着 天下大乱 甚至改朝换代 那么 很多人认为这是迷信 但是由不得的不信 它确实 它发生的 我只是说这个事实 那么这一次 它会不会发生 信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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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它如果发生了 你也等不住 它并不因为你不信就不会发生 嗯 就用共产党那句话来说 不不以人的主观 意志为转移 当然它也不会因为你 你想它发生 它就会发生 它如果不发生的话 你希望它发生 它也不会发生 但我前面讲的就是两次 它有据可查的 两次大佛洗脚 它都应验了 这是非常诡异的 我个人是相信 它肯定会发生 因为今年是 非同寻常的这种天下的灵异现象 是一阵阵的前所未有的频繁发生 预示着前所未有的大事即将到来 很可能就是改朝换代 那么改朝换代 一提起改朝换代 很多人就会联想起 1989年 这个89学朝 89民运 或者就是联想到 类似于这个前东欧国家 那种大规模的这个 街头思维游行 就我看来 这种可能性 等于零 在今天的中国 在发生这种以下 至下额上的 这种街头 大规模的街头 思维游行 的可能性等于零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今天的中国大陆 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 是两回事 只要是过来的 只要是经过那个八十年代的 这个 这个中国人 包括这个海外华人 有过那段经历的 在这个1989年之后 又在中国生活了 多年的 生活了十多年的 这些海内外华人 只要是明白人 他都心里面有数 就 这个民众他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他这个 1980年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 大陆民众他有 他还有一股 这个不平之气 就是说了通俗一点 还有一股这种 一种激情 一种正义感 还有一股邻居力 当年 为了支持这个 当年这个 受这个学运 这种理想主义 要民主反腐败的这种感染 甚至连北京的小偷 在五月中旬 在五月份的很长一段时间 都已经罢偷了 而且 当年的这个 1989年的学运 全国范围的学运 不仅仅是北京 多个大城市 的这个市民 都非常热情的支持这个学运 北京的市民更加热情 给学生送吃送喝 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帮这个学生 堵军车 冒着这个 开枪 枪林弹雨 就是扶伤 用那个板车 人力三轮车 把那个伤者 拉到医院去抢救 非常的团结 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 具有邻居力 那么现在 根本不可能 我相信 稍微明白一些的人 有过经历比较丰富的人 他都有 都能够嗅到这股 这股不一样的这种气息 道德现在是完全坏了 现在中国大陆 有人说这个党员 9成9 9千万大陆 中国大陆党员 中国共产党员是好的 事实是 绝大多数党员 都是坏的 我说的坏 并不是说他们是作恶多端的 而是说这个是非常冷漠自私 没有正义感的 党员 是这样 那个不是党员的 也是这样 非常普遍的 这些民众非常普遍的 都是精致化的利己主义者 尤其是年轻的人 年轻人 用通俗的用北京这个俗语来说 就是鸡贼 他绝对不会为了这个 一种理想 而现身 不要说现身就是 让他这个拔一根毛 恐怕就不愿意 但另一方面为了这个 为了自己 一点樱头小利 能够得一些樱头小利 他就放弃原则底线 那当然更多的人是冷漠自私 事不惯起高高挂起 他虽然知道是正义 但是他也不干 因为对他个人没什么好处 但是道德坏 因此我的看法就是 自协议上的 这种社会变革在中国大陆 没有可能 可能性等于0 那么再一次 变天 大变革 改朝换代 最大的外力 很显然就是美国 美国现在对中共 基本上已经失去了信任 美国朝野两党 特别是共和党 已经完全是 下定决心要采取一种 对抗和遏制 中共国的一种战略 民主党恐怕 对中共 相对要和缓 但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 处于一种 所谓的战略合伴 互同有无度蜜月的那种关系 是不可能的 那么一旦是这个 共和党 特朗普继续 连任 那么这个 他对中共国的 那个遏制是 是非常大力的 在美国的 遏制下 在美国的逼迫和遏制下 那么这个 中共 他就 中共国 他这个统治集团内部 产生内报的可能性 是非常大的 那么怎么内报 一提起内报 很多人就 联想到 这个中共高层政变 暗杀 军事政变 这个确实有可能 而且可能性正在增加 因为习近平 他接二年算大 没收了多个 高层权贵家族的这个 财产 你比如说 邓小平的女婿 安邦集团 吴小辉 吴小辉 已经被抓了 他还15年 去年没收了海航 王岐山的 这个白手套 王岐山家族的这个财产 今年把这个明天系 把香港那个 在香港抓回来的那个 明天系旗下的 九家企业全部一国端 这一明天系这个肖建华 他这个 这旗下 这些战略界 这些 企业 金融企业 他个个都是 都是 通贴的 都是 通贴的这个白手套 小介法本人是中共 权贵家族最大的白手套 这还得了 他们这些权贵 包括曾庆红 温家宝 江泽民 这个贾庆林 等等等等 他对习近平 当然是恨之入骨 那么他们当然 那动机会越来越强点 那除了这个高层权贵 他内报之外 那么还存在一个这个 那个广大的这种公务员和 这个官僚队伍的 呃 离心离德 然后 在有机 在实际到来的时候 一红而散 甚至倒戈相向 啊 怎么有这种可能呢 确实有这种可能 而且可能性正在急剧的 膨胀 呃 引发这种 巨变的导火索是什么呢 可能大家都 呃 大家都知道 但是 没有引起重视的一个 近期的一个大动作 就是 数字化货币 啊 那么数字化货币实际上 他们对中共官僚集团公务员的影响 远远大过普通的老百姓的影响 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数字化货币 我说的数字化货币 并不是 呃 这种国际上比特币这种货币 我指的是这个中共国的 这种数字化货币 它是一种特殊的数字化货币 啊 它是 它不是一种分散的性质 它是一种集权性质的 啊 它是这种货币 所以 中共这个推出的数字化货币 它要收到效果 它要达到它的目的 它必须 要限制 甚至取消 现金的使用 呃 呃 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 它目的它就是要 监控 呃 所有成员 的一切经济活动 呃 呃 这个 一旦监控起来 那么 它回到 这个计划经济 它实行这个大数据科技下的这种计划经济 它就 非常 驾轻就熟 而且 比毛泽东时代更加具有效率 啊 毛泽东时代你还要发现这种票据 它票据都免了 它只要 对你的更 这个素质化货币的账户做一些这个设置 啊 比如说你的这个 专款专用 你哪些钱 多少金额的钱 用于房款 多少金额的钱用于这个 饮食 呃 购买这个工业产品 用多少钱 它都可以把你 限制起来 监控起来和限制起来 而且连票据都免了 而且它这种监控 比毛泽东时代的票据 比毛泽东时代的那种 监控更加高效 而且更加彻底 因为毛泽东时代还有黑市 你现在 这个数字货币 全面彻底推行之后 你黑市怎么搞 很难搞 除非进行这个 误误的交换 那这样它才难以监控 就是回到它的实际时代 进行 物 食物和食物之间的交换 啊 那么这个 呃 它要就是 它要实行数字化货币 就是要监控 要控制 啊 它控制越彻底 它的这种共产党的集权的政权 它才会稳固 为什么呢 因为它现在面临着西方制裁 美国的对抗和围堵 美国要它的命 呃 那么它要 呃 要自救怎么办 自救就是内循环 呃 它内循环说白了 就是控制 就是控制 就是计划 呃 就是监控 它把你这个 社会全体成员的 一切经济活动 全部而且彻底的监控起来 它要实现这个目的 它就必须要 呃 呃 限制 甚至取消现金的使用 那么这个 人民币限金的使用 现在已经悄悄的 鬼子进村的 在开始的 呃 呃 呃 你比如说这个深圳 深圳的这个 超市和很多商店 呃 就已经进行这种限制了 呃 使用现金消费 你必须 进行实名登记 登记你身份证号 呃 登记你这个 手机号 呃 呃 为什么 它就是为了监控 呃 为了监控 那么它那个 呃 呃 进行登记 之外 呃 进行登记的话 就是使你这个 呃 使你这种灰色收入 呃 使你这种 灰色的收入 或者是 呃 它 它要进行限制的这些 这一部分这种 呃 经济活动 呃 使你 不再有秘密可言 那么 与此 同时双管旗下的 还有这个 人民币的大额 现金管理 啊 大额 现金管理已经全面的 开始四点了 啊 呃 这个现金管理 甚至的话 这是 十万元 啊 十万元 就要进行监管 啊 你取十万元现金 你都要经过审批 啊 当然各个地方不一样 有的地方是五十万元 你比如说河北省市十万元 浙江省三十万元 深圳二十万元 啊 十万元 三十万元二十万元以上 呃 就需要审批 因此 那个 呃 它这个 人民币的系 人民币限制使用的限制 甚至取消 它是在紧锣密鼓的实施当中 那么对这个普通老百姓的影响并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普通老百姓 也没有多少钱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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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有一点 小钱也是沉在银行里面 或者是在股市当中 高储蓄 呃 呃 呃 尽在他掌控之下 呃 呃 那么主要受到影响的 受到剧烈 巨大影响的 是中共的官员和公务员 因为中共官员和公务员 呃 呃 他的灰色收入 非法的收入 呃 来历不明的收入 占了大头 呃 呃 很多贪官都是这种案例 呃 呃 呃 都是证明 呃 他们的这个 呃 一收 他们的住所 呃 别墅 一收 就是满 满屋子的钱 呃 甚至 家里面藏了 呃 呃 上千万元 现金 甚至上亿 呃 呃 那这个 整个家 他那个家都相当于这个 金库一样 呃 什么金条啦 这个 线巢啦 呃 呃 整个房间 塞满整个房间 那么 这种数字化货币 的推行 对他们影响就非常大 因为他们的这个 大头 他们的大头的 大中的财产 是现金 呃 在现金 他不敢乘到银行里面 你乘到银行里面 他暴露了 他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嘛 呃 呃 之前 他藏在家里面 他可以进行 他可以 进行消费 呃 你无法监控他 呃 现金 现金 现金活动你是很难监控的 呃 他可以去 香港 去洗钱 你也没法监控他 呃 他可以这个 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 清信 呃 进行洗钱 你也很难监控他 那么 现在这个 数字化货币 一推行的话 呃 于之 随着来的是对人民币的限制 甚至是禁用 对人民币现金的消费的限制 甚至今后的禁用 那么他们的这个 呃 大头的这个财富 呃 呃 就成了这个 呃 呃 画出了一团废子 呃 这对他们是非常 非常 巨大的威胁 这等于是刨他们的命根子 呃 呃 那么他们是 呃 当然是恨之如骨 呃 呃 他对这个数字 呃 数字化货币 现在已经流传出来了 就是 上上下下是离心离德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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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风声 很紧 紧锣密鼓的 都在 呃 呃 抢抢出这个最后的时机 呃 在购房 在香港 洗钱 呃 呃 呃 买这个 呃 呃 换这个 外汇 呃 都在紧锣密鼓 最后的疯狂 因此造成了这个 呃 股市 历次上涨 呃 呃 中国现在这个 疫情这么严重 呃 中国前段前段时间 受疫情打击这么严重 而且洪灾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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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 呃 最后的这个 这个挣扎造成的 呃 呃 他没有多少时间了 他呃 呃 呃 春江水水冷水软压先知 春秋天水冷压也先知 呃 他要抢先把这个呃 呃 财富把它兑现 呃 呃 呃 那么他们在这种 刺激下 呃 呃 他就很可能就会 呃 呃 反水这个也是一个内报 呃 呃 这也是一种内报的方式 虽然这种方式 他不像这个高层 呃 呃 发生那么这种 呃 呃 对中共政权 呃 造成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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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般不费 而且他也不敢为天下心 但是这种力行力德 一旦有机可称的时候 他带来 他会带来多米洛骨牌效应 呃 你比如说这1911年这个武昌起义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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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根本就不是因为他那个 武昌起义的那个规模有多大 他的起义规模比特命天国小多了 特命天国后来发展发展到这个30万大军 那武昌起义他启示的 也就是工程营的三千这个新军 呃 这武昌的工程营的三千新军 呃 但问题是他打响第一枪之后 引发了这多米洛骨牌的效应 呃 呃 呃 不受散 呃 甚至这个大面积的倒戈投向这个呃 呃 新军的军政府 呃 呃 摇神一变 咸语维新 咸语革命 这是为什么 因为在武昌起义之前 他们对满清都已经离心离德了 为什么因为这个 呃 摄政王崽峰 他上台之后实现了一系列 令这个汉族官僚离心离德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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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这个满洲人 那是满人清贵掌权 稍微有点肥缺 呃 有点实权的 这个位置都有满人给垄断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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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节目再会